我重複一次 其實即使在新界東北 都是現在特區政府 梁振英特首上場之後的一個盲牆地 盲目地去搶土地的一個表徵 但我質疑特首 我亦都說現在不是香港土地不足 而是說政府土地分配不公的情況 說七百多八百公艇裏面的 真正是用來起樓 真正是好像梁振英說 說要解決香港人儲屋的問題 其實是說一百五十公廷 你會見到一方面政府可以用地租一千元 二十年 每年一元的租金 是給只是不多過二千人的有限階級 一些富豪去享用高爾夫球場 但另一邊是製造人間慘劇 是將一些香港現在僅有的有機農業的農民 和非原居民是要連根拔起 不是沒有足夠的住宅單位是給香港人 而是可能香港人根本是負擔不起 又或者是有些地產商是有樓不買 是團職居期的去製造一個渴視的假象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政府是刻意地做很多誤導的數據 是告訴香港人 不法治不行 不瘋狂地去搶地不行 去做這個假象出來